非洲要求获得具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席位 当地时间2月4日 第35届非盟峰会期间 非洲多个国家的外交官呼吁 对联合国机构进行全面改革 并要求在安理会获得常任理事国席位 来自南非和乌干达等国的外交官员认为 不能只有三个非常任理事国代表所有非洲国家 这是不公平和不民主的安排 联合国应当为非洲留出两个具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席位 和两个非常任理事国轮换席位 纳米比亚副总理兼国际关系与合作部长内通伯南迪 恩戴特瓦说 非洲联盟正在与政府间谈判中的所有利益攸关 方进行接触 以获得对非洲共同立场的支持